这是近代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最为血腥的陆军攻防战 同时也是二战期间苏德战争中代价最为惨烈的一场军事行动 这一战超过400万士兵在明年1400公里的战线上持续绞肉 这一战彻底打断了纳粹德国的脊梁 使其再无翻身的可能 80年前的苏联人民为了解救乌克兰 数百万大好男儿抛头颅撒热血 谁又能想到80年后 曾经的手足兄弟早已封道扬镳 甚至反目成仇 再次血染乌克兰 然而当年的苏联收服乌克兰只用了几个月 而现在大毛和二毛都打了一年多 至于还要打多久 这就不得而知了 今天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当年那一场惊天动地 荡气回肠的史诗级战役 地涅薄荷会战 1943年8月 也就是苏德战争终极 库尔斯克会战结束之后 为了阻挡苏联的脚步 挽回败局 希特勒命令德军统帅部 在苏联境内修建一条号称 壁垒的战略防线 有意思的是 当年法国为了防止德国背后捅刀子 在德法边境修建了那条 直到法国投降 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破烂防线 也就是马其诺 更让人蛋疼的是 破解马其诺防线的计划 就是曼斯坦因提出来 希特勒同意的 正所谓天道好轮回 现如今 曼斯坦因在乌克兰东部苦苦支撑 希特勒就在他背后的地涅薄河那一段 挖战壕修碉堡 一边修还一边给曼斯坦因画大饼 只要防线修好了 咱这局就稳了 估计曼斯坦因当时已经把希特勒的 祖宗十八代给问候了一遍 先不说自己的七十万军队 能不能挡住一百万大军 咱就说说你这个破防线多久能修好 就算修好了 它能起到多大作用 你心里还没点数吗 果然呢 从1943年8月开始 直到苏军收复顿巴斯地区 一共就用了一个月 让曼斯坦因和希特勒都没有想到的是 那个变态版马其诺防线 它居然修好了 德军的速度之所以能这么快 一方面是因为这条贯穿苏联的防线 大多数是一河而建 特别是乌克兰这边 因为有一条地涅博河 把乌克兰一封为二 而且这条河的西岸高 东岸低 水流湍急 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屏障 德军只需要把坦克火炮碉堡 封布在苏军最有可能登陆的地方就行了 至于这么快完工的最主要原因 那就是偷工减料 烂鱼充数 你别管我质量怎么样 你就说快不快吧 直到当年九月份 曼斯坦一终于收到了 希特勒退守东方壁垒的命令 但是在撤退期间 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带走所有能带走的粮食物资 摧毁所有的房屋建筑 第二 留下老弱病残 消耗租军粮食 同时尽可能带走 所有年轻力壮的男人女人 用于补充兵源 充当免费的劳动力 至于带不走的就地枪决 绝不能给敌人补充兵源的机会 稍微想一下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疑问 那就是在以往的各个战役中 苏军的兵力消耗是非常恐怖的 往往一场大型战役打下来 一百多万士兵就没了 可是为什么在苏联转入反攻之后 不用多长时间又能集结百万军队 这些人都是哪来的 答案显然易见 那就是敌战区 一般来说 苏军在攻陷一座城市之后 就会直接把该地区所有的青壮年 甚至是老人征召入伍 而这些刚刚入伍的新兵 几乎都会被编入一个队伍 然后投入到接下来追击德军的一线战场 国家新王匹夫有责 这个时候就有大聪明跳出来说了 我能不能不去呢 或者是拒绝入伍呢 在那个非常时期 这些人一般被称为叛徒或者是逃兵 斯大林会把他们抓起来 然后每个人发一把枪 哪里的战斗最激烈 就把这些人送到哪里 他们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向前冲锋 活下来就可以洗刷罪名 还能立功 堪称初代瓦格纳集团军 第二个选择就比较简单了 那就是拒绝战斗 原地躺平 当然他们的下场就只有一个 就是被督战队冒篮火的加特林打成筛子 所以曼斯坦因在撤退前 实施的焦土政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这个行动也直接触犯了苏军士兵的逆龄 当战士们看到惨死的同胞 仇恨值瞬间拉满 德国人在前面跑 两百多万苏联人在后面追杀 那场面简直不要太恐怖 由于地涅薄荷的战场非常宽大 足足有1400公里 苏军咬得又非常紧 所以从地图上来看 苏德双方就像是展开了一场拉力赛 双方都是朝着西面冲刺 地涅薄荷就是终点线 几百万人的追逐 总有一些天赋异禀的选手脱颖而出 这就导致有不少的苏军后来居上 冲得比德军还快 按照当时的情况 曼斯坦因一个不小心就会被苏军围困在地涅薄荷东岸 然后被团灭 为了给大部队争取时间 曼斯坦因只能接连派出麾下王牌部队断后 像维京师 呼楼师 帝国师 这一路不知道挨了多少毒打 等德军回到地涅薄荷西岸的时候 曼斯坦因的王牌部队也废了 然而让曼斯坦因三观惊讳的是 等他看到希特勒修建的东方壁垒时才发现 这个鬼东西简直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 渣到什么程度呢 部分地区每公里只有六个碉堡 也就是两百米一个 这还没开打东方壁垒就已经是个筛子了 最离谱的是德军过河了 一小部分苏军也过河了 而且他们正在和西岸修建登陆场 这个时候苏联已经有五个方面军 先后抵达地涅薄荷东岸 冲在最前面的就是苏联装甲集团军 西岸的德军防线脆弱不堪 曼斯坦因也发虚 好在东岸的苏联装甲部队没有弓兵架桥 除非毛子的坦克都是新能源的 否则休想过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要是另一个给予的